我是叶淑芬 我们今天请到正念觉察教育专家张士杰老师 还有他的公子张凯义同学到我们节目 那张士杰老师也是全班都零分这本书的作者 在教育界我相信是引起轩然大波 原来可以有这样另类的教学方法 那当然就是说正念觉察运用在平常日常生活中 其实可以稳定我们自己的身心 也可以发展自己独特的能力 是的 那正念觉察的破框教育呢 我常常会用一些策略 就是帮助小孩子能够去发掘他内在的声音 然后去突破他目前卡住的地方 那首先第一个 其实我会常常聆听民意 我举个例子好了 我一直不希望小孩子在学校就把功课写完 这是我的想法 那有一次呢我跟小朋友聊天的时候 他就说老师 我每天都很晚回家 我说为什么 我说因为我写功课啊 我说功课有那么多吗 我出的功课算少的 我说不是老师 因为安心班有一大堆的作业 那作业写完之后 考卷写完之后才写你的功课 那其他的 其他同学在他们班上 他们都可以在学校写功课 我听一下我当时就真的是 好像被敲醒了 有点 怎么讲 有点愧疚 因为我 我号称我是常常要替学生着想的一个老师 可是我却意外造成了他那么晚回家 我那一天啊 回家之后有点难过 我就在想说 对啊 为什么小朋友不能在学校把他功课写完 我这样反思之后我发现 好 我隔天我就宣布了说 从现在开始 你们可以利用中午休息之间 写你们功课 下课也可以 一讲完 欢声雷动 所以我从这个例子 我可以说明就是说 有时候老师会有自己的框架 认为不能改变的东西 如果你这时候多了一个聆听 去觉察他们内在的感受 你会有一些全新的体悟 这种经验 就是我看了学生反应来修正我 这种的经验有好多个 所以这就是我破框教育的第一个 从老师做起 我先容许不同的声音 也许他们现在是在直接顶撞我的 包含以前有小朋友冒我脏话 或者是说讲我 讲说觉察没用的 这些我都试着去聆听他们 我觉得这就是 觉察的核心理念 包容 接纳 那当然我也会 带领他们做一些体验活动 来突破现状 比如说呢 最 我每次都会 带班级都会做的就是 试着他们去 尝试不敢吃的食物 先调查他们什么东西不敢吃 比如说什么鸡屁股啦 榴莲啦 泡菜啦 还有哇沙米啊 这些好 然后调查完之后 我就出奇照 好 我就把这些东西准备好 隔天他们来的时候 东西就摆在上面 哇 吓死他们了 我们来挑战他们 先觉察 我们突破内战 你原本不敢做的这件事情 你抗拒的 对 然后呢 透过觉察之后 把那个情绪的强度 弱化了 松掉之后 诶 真的 几乎 大概 八九成的小孩子都出来了 都尝试了 当然还有一些 比如说那个 枯燥的体验啊 这也是一种破框 就是说 你很难去突破的 因为一般小孩子最难 静下来嘛 就是因为无聊的事情 所以我有时候就叫他们 吃白饭 那很无聊的事情 只有写字 单纯写字 那就静坐 觉察练习 比如说这次就要 做到二十分钟 那你 不能做 主动做任何事情 你知识随便你 但是不能睡着 不主动做任何事情 你只有观察自己 去面对这个枯燥 这也是一种突破框框 那我做最多的就是说 我长期有给他们做一种叫做 破框 写一种破框日记 就是说 我给他们一个清单 就是说你试着去突破这些事情 比如说 举个例子 你去看你从来没有看的书 然后把他写下来 写在日记里面 然后看从来没有看过的影片 当然注明这是要正面的 不要去看一些 教人家怎么 色情暴力 听一个不想 从来不会听的音乐 吃不敢吃的菜 试着比如说你吃饭的时候 不要玩耍了 然后你试着改变你某一个习惯 比如说你那天可不可以不看电视 不打电玩 不上网 或者是你那天去好好做家事 这都是你平常没有做的 你去试着尝尝看 然后给他们勾选 那你这一次破框你做了哪些事情 那就有几个小朋友 他是把第一点做到最后一点 全部都做完了 我觉得蛮佩服他的 我甚至我都做不到 好那其中一个 比如说试着原谅一个让你痛苦的人 你可以还有一些 你不敢哭的人 试着把他哭出来 我这些都是 从小朋友的生活经验里面 让他去知道说 其实我可以改变自己 改变自己一下 那用的方法就是 你在做这件事情之前 在突破之前 你先尽心觉察自己的恐惧 或者是厌烦 是 然后你试图看到你的情绪之后 就像刚刚凯依有提到 就是说 他看到那个当下的力量 修炼当下的力量 就是说 看到情绪是情绪 你是你 然后那个情绪不再掌控你 于是你就敢去做这件事情了 是 我想这个破框呢 其实最近我有发现 凯依他有做一件破框的事情 对我们分享一下 对 这个跳舞 他要创一个新的 不同的心法 跳舞的心法 也许他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普遍刚开始学习跳舞的人 或是学一段日子跳舞的人 他们会偏向于想把他们的动作跳得像 他们学习的那位老师那样 对 我在街舞的圈子看过一阵子 我发现每一种风格 比方说popping或是locking 跳跳 比方说你当你说你是跳popping的时候呢 两个跳popping都是去学过的 其实跳得会很像 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应该说不会差太多 除非是真的蛮厉害的人 才会感觉得出很明显的不一样 就是 每个人的动作都变得很 自视 就是 当你讲到一个风格 哦 大概 你大概看到的人 跳的就是那个样子 对 然后我会觉得就是说 这样子其实是 不是很有创意性 对 我呢 我自己没有去学过任何的舞风 我之所以喜欢跳舞是因为 我直接去感受音乐 我直接去感受音乐给我的感觉是什么 我在当下直接变出一些 可以表达出那些情感的动作 比方说呢 可能有一段音乐听起来很 很霸气 很 有点 有点 嚣张之类的 对 嗯 那我 就在那个当下瞬间 我就做出一些 看起来比较霸气 比较 有野性的动作 嗯嗯 配合那样的 那个节奏 配合那样的 对 然后呢 如果是有一段音乐听起来比较 妩媚的话 比较 对 妩媚 那我就直接做一些 简单来讲 一些比较娘的动作 哈哈哈哈 直接配合音乐 柔媚 对 就是当下音乐给我什么感觉 我就怎么跳 对 而且到外面我发现我越来越敢这样之后 我真的觉得是变化无穷 我每天脑子里都可以想到 不要一堆新动作 不要一堆有点夸张 但是就是不少新动作 是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说 其实我们只要不批判自己 不给自己受限的话 其实哇 就源源不绝 对不对 而且我真的有一种强烈的感觉 我这些动作 我根本没有在外面 看过多少人跳过 嗯嗯 就不知为何 神来一比 对 舞蹈教师 所以我跟他说 你每一个动作都是对的 嗯哼 这样跳了 呃 觉察里面有一句话说 所有该发 所有发生的都是该发生的 嗯嗯 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 是 你就放轻松去享受舞蹈就好了 对 嗯哼 是 那呃 其实就是说我们 请呃 我们士杰老师来节目中 分享这么多正念觉察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学到精髓啦 对不对 嗯 那我最后想 讲一小段话 来做这个 破框的理念的一个结束 嗯 就是说 主题就是你就是大师 要活得像自己 嗯 就是不要被伟大的 所谓命理师 宗教师 父母 医师 老师 各种权威的话 控制了你的生命 嗯 其实你的本质和他们一样 你也是大师 嗯 对他们的话呢 呃 该吸收的要吸收 可是不能够没有尝试就直接相信 你有些要自己去验证哦 那生命的剧本呢 可以参考别人的 但是不可以抄袭 嗯哼 这会违反智慧财产权 我指的智慧是内在智慧 勇敢做自己啊 活出自己独一无二的精彩哦 你本来就是大师 是 你自己的大师 嗯 大家也可以这样想想啦 每一个人都是 呃 就是非常独特 你不可能在世间 呃 找出跟你一模一样的人 啊 除非你是双胞胎 但是双胞胎也只是外表相 对 个性啊 都不一样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独特 好 然后呢 呃 就说啊 既然啊 我们是如此的独特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跟别人一样呢 是 不断去寻求别人的认同呢 是 是 我们一定要活出自己呃 最精彩的一面嘛 不是吗 嗯 嗯 那这个就是要透过你觉察自己 是 然后能够啊 把自己我们内在的自己 源源不绝的这灵感才有办法发挥 对 好 这次啊 世杰老师呃 不断的推广志念觉察 希望大家就是能够发觉自己内在 源源不绝的一个活力 好 一个创意 是 那这也就不往世杰老师不断的推广 而且还自己花钱拍了这个啊 大家一起来喝伯爵奶茶是不是 一起喝伯爵奶茶 博士博士的博 那绝察两个字就是绝察 奶是那个薛乃琳的奶 一起喝伯爵奶茶 我想说一切的美好就是从绝察当下开始 是 那如果你不甚了解 不甚熟悉 也欢迎大家就 啊 YouTube上面搜寻一下 是 好那感谢啊 张世杰老师 呃 花了好多时间来帮我们做介绍 是 好谢谢世杰老师 还有凯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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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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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